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要說的是洛克人EXE Beast Plus 那我們開始吧 這天早上熱鬥還夢到了一件在比方世界的事 吃早餐時就跟媽媽分享 講到精彩的地方就不講了 因為要去科學省把檢查完成的洛克人拿回來 讓媽媽很不識滋味傻叫了一下 嗯...自己還想要聽喔... 喔...喔...喔... 我...我的朝賊之心...直接燃起啦 那總之到了科學省後啊 光博士說洛克人的資料受損非常嚴重 但是因為和脫裂的合體 洛克人保留了獸化的能力 為了不讓洛克人負擔太大 將獸化能力移植到兩枚晶片上 可以需要是再決定獸化啦 那回到PET的洛克人 雖然開心世界和平 但還是有點寂寞 不能再看到比方世界的朋友們 另一邊在下落的萊卡 收到報告有一處工廠出現的奇怪植物 偵察人說那是實體化電子資料 調查到一半 工廠內出現了獸化病毒攻擊工廠 於是雙下融合解決了他們 並傳送資料到科學省 告訴他們這件事 那很剛好的事 日本也開始到處出現了電腦植物和獸化病毒 熱斗只能先雙下融合解決他們 可突然出現一個紅色的身影 一擊就將熱斗打入牆壁 熱斗用戰鬥晶片反擊 但紅色領航員可以瞬間引動 躲過攻擊的同時停留在上空 將手臂變成巨大劍刃 砍出速到劍氣 強大破壞力竟然將熱斗打到無法行動 在熱斗要被終結的時候 是岩山出現灰砍兩擊中斷紅色領航員的攻擊 眼看岩山想跟他糾纏爭鬥 背後的生命人並說啦 截落 撤退吧 回去科學省後 光博士推測 電腦植物是靠瘦化病毒當作媒介 只要有瘦化病毒 電腦植物就能在全世界散步 在大家推測幕後黑手是誰時 就有人喊進去網路警察的線路 這個幕後黑手就跟大家說 我叫做教授 今天上課的內容 就是我從爆炸的超電腦獸碎片 提煉出瘦化因子 進化出在現實世界實體化的瘦化病毒 也就是截弱病毒 岩山問 那紅色領航員也是你派出的嗎? 教授說 呃 領航員 你是說截弱嗎? 他是我忠實的部下 那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 雨璧 電腦植物出現 還中斷了通訊 沒辦法告訴科學生 使其發射異次元空間 而是如果個人只能前往電腦世界 用地獄火焰 本殺了在電腦空間的植物 連同現實世界的植物也會被刪除 雖然解決此事 但真正危險的是 病毒研究室那些研究用病毒 都受到截弱病毒影響 開始屍體化了 岩山只能動手清除病毒 讓洛克人去電腦世界阻止截弱 那一如往常 洛克炮對任何敵人幾乎是一點用都沒有 那洛克人就開始跟截弱展開劍鬥 但截弱那種 可以消失的能力十分棘手 最後甚至不用劍啦 直接全身散發出恐怖的能量 擊敗了洛克人 熱斗知道 這邊是該啟動獸化的時候 洛克人酷雷卡獸化型態 讓原本被截弱黏壓的局勢徹底改變 擁有了能夠壓截弱一頭的力量 截弱只能控制大量病毒去攻擊洛克人 但洛克人突出火焰把所有病毒刪除 言看如此 教授只能讓截弱撤退了 但還是有半數的獸化病毒散佈在電腦世界 幾天後 在網路警察署的洛克人認為 截弱跟一般的網路領航員不太一樣 話說到一半就收到活力發電廠被電腦植物攻擊的消息 原來是教授偷取了大量能源 給自己收集到的超電腦獸殘骸成長 洛克人與布魯斯前去阻止 但沒有獸化的洛克人被截弱一招電擊打倒了 調查後發現 截弱拿走了異次元空間元素的組件 但只是個資料 偷走其實沒有實質意義 過後去吃咖哩的熱斗 聽曼哈說 以前World3裡也有個叫教授的男人 熱斗表示 可是我以前怎麼沒有跟他戰鬥過啊 曼哈回答 那是因為他的工作是負責幫助威力大人研究啊 做事很低調的 之前還給我郵件說是自己有了獨立研究所 但我沒去 於是熱斗決定去郵件上面的地址調查 結果那個地方竟是做壽司的工廠 去裡面亂走熱斗等人 還真的觸發了秘密機關 來到教授的研究所 於是教授派出了屍體病毒 熱斗只能雙向融合作戰 一路過關斬將來到最深處 看到了培養艙中的超電腦獸 原來教授認為 在第一季時威力真的死了 要繼承一致讓世界陷入恐懼 就要用超電腦獸實現自己的目的 教授要阻止熱斗破壞培養艙 叫潔洛也下去 但潔洛一直發呆 要用MARD才去 那岩山剛好也到啦 於是潔洛就跟岩山戰鬥 來了一場精彩的刀劍對決 岩山用區域轉換 潔洛自身就會高速移動 潔洛打殘岩山後 看見布魯斯關心岩山 兩人模樣用潔洛若有所思 想到教授曾說過 熱斗要刪除多少病毒都隨便 但還是一發送走岩山 回到教授身邊赴敏 看見熱斗正在破壞培養艙的教授 再次派出大量病毒阻止熱斗 熱斗眼看現在無法破壞培養艙 只能去教授那邊了 教授說 反正病毒都是我的工具 要多少有多少 為我犧牲都值得 這話再次出動身旁的潔洛 因此當熱斗和岩山全部都突破重圍 找到教授的時候 潔洛動都不動 教授很生氣 潔洛是自己做出的最高級工具 快點 幹掉他們啦 是道具就閉嘴天王妹咧 那潔洛就爆氣啦 說出自己有意志 絕對不是你的道具 我是潔洛 潔洛病毒 直接放生教授離開啦 那眼看超電腦獸竟然失控了 看見熱斗等人分心 教授就直接達成逃生電梯走了 超電腦獸出現在網路程式大肆破壞 於是熱斗讓洛克人售化法爾殺形態 用出法爾殺之爪 以及轉換成庫雷卡的形態 使出庫雷卡之爪 終於徹底擊敗了復活未完全的超電腦獸 打完超電腦獸後 結果告訴洛克人 我也想和你們一樣 出生死就是個領航員 便再度消失了 那這天啊 電極伯爵從國外逃到了日本的馬哈嘎里 因為自己的妻子太白家啦 但妻子還是找到了電極伯爵 利賓的熱斗秀出了水獸化洛克人 原來之前幫周子看PET的資料時 資料傳到了洛克人的PET 獸化回路的資料與水人資料融合後的結果 但洛克人會受到領航員的個性影響 剛好日幕有病毒出現 洛克人隨手化用一招水龍捲輕鬆解決 結束後熱斗突然收到消息 原來電極伯爵的老婆想要帶走電極人 唯一阻止的方法就是在戰鬥中贏過他 由於電極夫人很強 電極人的勢力大幅上升 所有人都不是對手 只有洛克人有機會了 當然洛克人也不是對手 於是熱斗轉移了丁哥PET的資料 也要用戰斧人目屬性來克制電屬性 擁有高速的戰斧收化洛克人 奪過電極後一艘飛翼迴旋鏢 讓電極人也受到了不少傷害 魚劍射擊則是重創電極人 受到戰斧人個性的影響 用盡全力打倒了強大的電極人 然而這場戰鬥讓電極伯爵吉他爆開 意外的發現是把祖傳吉他內部竟然有 電極伯爵家印傷的財產 那前往國王島的大家 還遇到了想要阻止弟弟浪費財產的高斯 最終突破了層層關卡 洛克人得到電極人資料 變成電極受花洛克人戰勝了強大的病毒 讓電極伯爵找到了母親留給自己的鑽石 當然還是被妻子拿去換成環遊世界的旅費了 那麼有一天 岩山和公司竟然寫了一半 原來是土太郎和裴麗絲 他們兩人曾在比方世界與岩山和美路 一起幫助一個被山脈包圍的村落 開避出通往外面的通道 非常擅長挖掘 現在他們只覺得天空的顏色很怪 穿梭地面人和犧牲人 卻發現他們被關在電子設備 還不知道自己來到了另一個世界 鬧了大烏龍讓城市被破壞 還有洛克人戰鬥 首先布魯斯阻止了他們 他們說自己挖洞挖一挖 就不小心挖到這個世界來了 話說到一半 突然網路城市受到攻擊 有一個一直挖洞的病毒 土太郎說 那是因素十字稿 原來因素十字稿是他們兩人徒弟 跟著他們一起來 但是不認識他們的樣子 似乎是有些異常 由於因素十字稿 洛克人根本無法從地面上發動攻擊 於是熱鬥借用了土太郎地面人的力量 使地面融合的洛克人誕生了 用遠超地面人挖洞的速度在地下行動 追上了因素十字稿 突破地面後再變成地面獸化洛克人 使用轉投攻擊擊敗的因素十字稿 但因素十字稿出現在的現實 原來他會失控是因為感染的解弱病毒 不過這次 土太郎和裴麗絲喚醒了自己的徒弟 三人再次一起挖洞 消失在熱鬥等人面前 不過他們沒有回去自己的世界 而是到了外星 那隔起天後 在網路城市接收到了解弱出現的消息 讓全部領航員趕快去防空洞避難 棄體人以為解弱是不知道怎麼走的人 想要帶解弱走 但轉眼間接弱就不見了 今天還剛好是迪卡厚的生日 大家在為其慶生的同時 也是為棄體人慶生 因為棄體人當時就是作為迪卡厚的生日禮物的 很多領航員也是如此 棄體人說 自己想要白色會發光 呃...膠囊型的晶片 呃...因為很內向 睡覺不直接說出來的 那伊朵呢 聽到說 反正我家倉庫很多隨便拿吧 看著如此溫馨的場面 遠方觀看了傑洛認為自己從來沒感受過這種感情 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 轉身就去停止網路程式的機能 使得洛克人只能與傑洛戰鬥 在旁觀看了教授也是十分開心 覺得畫面很有趣 強大的傑洛再次擊敗洛克人 這讓傑洛人停滲了出 他說 我不能原諒傷害我朋友的人 踢到朋友一詞 傑洛停下來動作 讓熱德有機會用程式強化夢幻劍 接接實實擊中了傑洛 不過洛克人也沒有直接刪除 他問傑洛為何看到傑洛人就不攻擊了 傑洛回答 因為傑洛人是第一個握我手的人 會讓網路程式停止機能 是因為網路程式的電源槽 長得很像白色會發光的膠囊 想要送給傑洛人當禮物 自己之前一直在思考病毒和離航員的差異是什麼 其實是羈絆、友情和心 現在自己感覺到心是什麼了 洛克人你可以給我最後一集了 但洛克人伸出了手 告訴傑洛 你必須對自己的過錯贖罪 這樣之後你也可以成為我們的朋友的 傑洛感覺到洛克人的手也十分溫暖 突然教授在座出現 他說去看外面吧 天空有個在飛的捲獸師 那正是教授的飛船 告訴熱斗等人 我剛看完你們的好戲 現在要用我的傑洛一號去羈絆你們 還背叛我的傑洛 於是派遣了有異色眼的傑洛一號 攻擊網路警察總部 這次的一號是沒有心 只會殺戮和戰鬥的機器 氣力人讓傑洛去幫助被打殘的洛克人 但傑洛回答自己的程序 沒有內建幫助別人的程序 如果洛克人都被打倒了 更何況是氣力人 氣力人也是一招就敗 氣力人虛弱的說 拜託 傑洛 如果你有心的話 就幫幫同伴 這就洛克人吧 就在洛克人要被一號的劍氣刪除掉的時候 傑洛瞬移到洛克人面前 擋住了這發傷害 告訴洛克人 原來 這就是幫助的感覺嗎 我覺得 非常好 但傑洛也虛弱的倒下了 看著傑洛如此 洛克人十分悲傷 也讓傑洛領悟了所謂悲傷的心 傑洛說 洛克人 你不用為我感到難過 因為病毒是惡性的存在 洛克人反駁傑洛 因為傑洛 你已經是我們的夥伴了 教授說 真是笑死我啦 病毒就是病毒 洛克人和熱斗回嘴 你這個沒有人類之心的人 才是拼著人皮 罪惡極大的病毒 於是 獸化洛克人搭配上 契利人得到了生日禮物 膠囊晶片 麻痹了一號 之後就成功擊敗一號 但教授說 要讓一號直爆 破壞掉整個網路檢查總部 於是截落爆這個一號 告訴契利人和洛克人 自己很感謝他們 讓自己成為他們的夥伴 雨璧 帶著一號實體化了 衝往教授的飛船 讓爆炸之破壞掉飛船 拯救了自己的朋友 之後教授就被逮捕了 而犧牲的截斗讓洛克人祈禱 希望以後截落重生的時候 能夠作為靈航員出生 那這期事件結束後 最近全世界都發生了冒牌靈航員 也就是幽靈靈航員出現的事 連夏羅也出現能夠實體化的 假洛克人和布魯斯 他們和萊卡交手幾次後 卻因為莫名原因自行消滅了 光博士推測 應該是利用截弱病毒實體化的 弱點就是實體化後容易受到傷害 目前網路層次的領航員都十分害怕 身邊的人會不會早就不是本人了 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使用者出現 顯示證明 但因為干擾電波的影響 全部人都和領航員切斷連線 萊卡緊急出現在科學省 因為夏羅發現了干擾電波的來源 竟然就在科學省 調查後名人發現 訊號的來源就在電腦空間的最底層 透過偵察人發現0.3秒干擾電波控打 洛克人得知三人連線進去了 並開始與訊號來源的干擾人戰鬥 意想不到時 布魯斯隨便幾下就刪除他了 此時有一個傳授通道打開了 裡面的人就是幕後黑手 他自稱為卡修 是從幾千個報廢資料的悲傷與憤怒中所誕生的 他的目標是終結人類與領航員的羈絆 也是為了把不珍惜資料的人類 還有乖乖聽他們命令 像你們這樣的領航員刪除掉 那就發出了強烈的光芒 卡修用了快取記憶體的資料 覆蓋了整個現實世界 讓熱斗困在一個幻境中 沒有配德和網路領航員的世界 那邊甚至還有愛麗絲存在 但熱斗和洛克人的羈絆 哪是如此容易斬斷的嗎? 想起洛克人的熱斗 奪回了PET 識破了幻境 但屍體化的卡修 把現實世界的人類 包括熱斗轉變成資料 將網路世界和現實的資料全部吸收 整個世界只剩下洛克人 偵察人布魯斯在戰鬥了 但很快的失去的使用者三人 還是沒能打敗卡修 兩個世界的一切都變成資料被卡修吸收了 世界末日的如今 還是沒有任何轉機 但熱斗與洛克人兩個人友情 即使被封印成資料 還是沒有失去自我 呼喚著彼此 這召喚來得意想不到幫手到此 是洛克人體內的托里爾快取記憶體 托里爾果然是光正親手做的黑科技 讓洛克人和熱斗恢復了自由 在托里爾的鼓勵與支持下 熱斗與洛克人總算再度見面 當彼此的時候碰觸到的瞬間 強大的力量從卡修體內開始破壞 兩人的關係是無法資料化的 雙向融合了熱斗與洛克人 從卡修體內用程式強化 百萬加農炮破壞了出來 之後再連續使用三式強化夢幻劍 卡修只能用出快取記憶體 圍動成朋友們的樣子 讓熱斗不好下手 因而被圍攻 眼看熱斗和洛克人再度陷入了危機 現實與電腦世界的朋友們 開始在卡修體內為兩人加油 讓卡修陷入了崩壞狀態 眼看卡修這麼虛弱 正式奔出聖物之時 那貫徹始終經典收尾的機器射擊 一發刪除掉了卡修 不過熱斗很好奇 為何卡修會突然變虛弱 洛克人回答 因為熱斗和所有人的心 是不能轉變成資料的 說完話 洛克人再度回到了佩特中 而朋友們也來找熱斗了 世界再度回歸和平 那最後補充下不是主線的內容 像是之前比方世界的黑鬚和齊羅路 在之前戰爭中意外穿過裂縫 來到熱斗世界 洗白的威力勉為其難 決定照顧他們 之後再想辦法讓他們回去 致敬原作 他們是W3成員 那以上就是洛克人EXE全部的動畫內容了 下次更新王獸畫來介紹 那這系列就先告一段落 來用紙心得放留言柱 喜歡可以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啦 啦 啦